品威老师,大家新年快乐! 我叫贺美琪,我是一个性格开朗,多才多艳的女孩,爱好广泛,唱歌,跳舞,钢琴,主持。 还有,我参加过许多电影的拍摄,还有电视剧广告和宣传片,还是重庆少儿频道的小艺人,经常主持各种节目和拍摄。 下面为大家带来一段绕口链,满天星。 烟飞桑到冬天,已经断了一个绕口链,再给大家说一段台词,那年我九岁。 文化大革命,搞得最红火的那一年,我九岁。 那年的冬天,特别冷。 也就是这一年,父亲被说出欲语,造反他说他是特务,是间谍。 这只是因为,他在中学里,教英语。 母亲,不识字,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,因为绳子结束了他的生命。 最使我难忘的是一个下雪的早晨。 我到关押父亲的牢狱里,去看他。 我看见了一个,头发花白,衣扇男女的老人,向我走来。 哦,是父亲! 我伸出双手,尽管和着鞋狼杆。 但我还是想去拥抱他。 可父亲却说,你是谁?我不认识你。 你走吧,走吧,快走吧。 然后转身离去。 我大声地喊道,爸爸,我是你的女儿。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? 为什么不理我了? 爸爸! 我只好离开了监狱。 我走在那街上。 雪花,飘进我的衣里,打在我的心上。 我冷极了,冷极了。 可是我的家,在哪儿? 我的亲人,又在哪儿? 谢谢大家。